都说替身演员大多都名不见经传,可有这么一位替身演员却在港圈牛的眉边。 他是国际巨星成龙唯一承认的替身演员,也是被红金宝心甘情愿,花上的成百上千万都想要捧红的武打天才, 就连被誉为四大天王的刘德华都不得不给他卖上三分薄面。 至于原因,倒也简单,作为娱乐圈最顶级且没有之一的替身演员,钱佳勒为替身甚至都做到了不要命的可怕地步。 他断过手,遮过腿,受过重伤,也一度曾在鬼门关前不断徘徊,可饶是如此,却依旧无法阻挡他那颗为高难度特技而奉献的心。 以至于让人们甚至都能用一种笃定的口吻断定。 若是连钱佳勒都无法完成特技动作,那么那个特技动作便根本就不存在。 不过话说回来,明明全国的替身演员近有十万之众,但为何偏偏仅有钱佳勒能够如此成功? 天生自强男自弃。 若单提起钱佳勒,恐怕许多人都会是一头雾水,可若是提起他的哥哥钱小豪,恐怕不少人都会相当熟悉。 毕竟那位,可是单靠一步,僵尸先生就能让不少观众毕生难忘。 也许论吉在观众心中的熟悉程度,钱佳勒远不能与哥哥相比。 可若是论吉在圈内的知名度乃至于的成就,钱佳勒却远不下于哥哥钱小豪。 而这也是有原因的。 虽说家里的兄弟姐妹共有六人,而她还在其中排行老妖,带幼小的她,却能表现得相当懂事,甚至还有带着些远不符合自己年龄的。 成熟。 因为知道家里条件并不算太好,所以钱佳勒自小起便不奢求什么玩具,什么享受,只是眼巴巴地跟几位兄弟姐妹们找找在香港活下去的门路。 后来16岁的哥哥钱小豪在1979年给找着了,于是不过15岁的钱佳勒便干脆辍学,跟着哥哥去邵氏演员训练班打拼。 这训练很苦,很累,还总是让兄弟二人的身上布满了伤痕,都快让二人痛得撕心裂肺。 但两人也知道,这也是没办法的事,在这个痴人的香港,穷人家的孩子若是不拼命一点,几乎很难得到熬出头的机会。 不过幸运的是,在长久汉语写的付出后,兄弟二人竟真的从淘汰率极高的邵氏演员训练班中给杀出重围。 幸运贵人,逆天改命。 1983年,正式担任行业舞师的钱佳勒,被先后邀请参演A计划,奇谋妙季舞复兴,还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表现。 再加上钱佳勒本人上进,又能够吃苦的缘故,他很受同剧组的元彪赏识。 以至于让元彪当即便把敢于拼命的钱佳勒,介绍到洪家班这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富贵之所。 不过话虽如此,但很多武行同行都不看好钱佳勒,倒不是因为洪家班不行,而是里面的要求太苛刻,也太艰苦,绝非常人所能忍受。 以至于就让他们有了这样的调侃,听说你想去洪家班,那哥几个可得好好凑钱,给兄弟你提前准备个轮椅,免得你去到后再也走不动路。 这话说的都让钱佳勒心里有些退意,可又想到自己那并不怎么富裕的家庭,钱佳勒却又是心头一紧,只好咬牙挤进了洪家班的大门。 不过虽说洪家班的训练的确苦了点,危险了些,但架不住洪家班的工资高,福利好。 哪怕在一个月仅出一份工,哪怕是钱佳勒这样的小角色,他一个月都能拿一万五港币的工资。 更别提身为洪家班掌舵者的洪金宝,还对他相当重义,亲自将其招收成了为数不多的门徒,还刻意在其身上花费大量心血清理培养。 以至于论起前程,连钱佳勒本人都自觉光明无限,就连他在这段过程中所需要去注意的,也仅仅只是如何才能够平安抵达未来的成功。 与生死线徘徊的替身之王。 大多人都知道龙虎舞狮是香港娱乐圈中最最难过,也最最危险的特殊工种,可又有谁知道? 洪家班身边的危险,甚至在绝大多情况下,还要远胜于脸龙虎舞狮。 毕竟龙虎舞狮也仅仅只是在拼,可洪家班成员却大多像在玩命似的。 早在1984年的时候,在影片快餐车中担任替身的钱佳勒,就曾为前辈袁彪完成一幕相当困难的特技动作。 影片中有一幕,需要袁彪从二楼跳下,而其屁股也需要结结实实地与水泥地来个亲密接触,稍有不慎都可能摔得半身不随,甚至未来的半辈子都可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。 可不知是出生牛犊不怕虎还是怎么,胆大的钱佳勒竟毛遂自荐地担任替身,丝毫不顾其中危险。 就连袁彪也都在劝,劝他别为了表现,为了成名,就把命给搭上了,这不值当,不过钱佳勒却依然跳了,还跳了个有惊无险。 然而,正当几位洪家班前辈在给钱佳勒捏了把汗时,钱佳勒却又整了个大活。 在1985年的龙的心中,钱佳勒被邀请为成龙的替身,为保证动作的真实性,跟片段的观感,钱佳勒竟想在没有钉点安全保证的情况下,当场冲破玻璃,从三层高的地方一跃而下。 光是跳也就罢了,他还得完成跳到梁棚,再从梁棚上弹到车顶,再从车顶滚下车的特殊动作。 这套动作极难,别说普通人,就连最资深的武师都不一定能保证动作成功。 可钱佳勒却做到了,哪怕他最后因伤势过重而被紧急送往救治。 但令人叹服的是,就算连续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,可钱佳勒却依然不打算在替身工作上有所收敛。 在1987年,钱佳勒又跟师傅洪金宝一同出演了《东方秃鹰》,甚至还在影片中参加了几个极其危险的判断。 当时的钱佳勒需要在影片中完成三个被炸的片段,而且还是相当能危及到生命的那种。 但钱佳勒却想也没想就给接受了,还先后顺利完成了两个爆炸片段,但到了第三个的时候,意外却发生了。 由于道具组不小心把炸弹当量放得太大,拍戏的钱佳勒当即就被炸到了水里,与之对戏的圆滑想把他给拉上岸来。 可这么一拉,却让钱佳勒整个手臂的皮被拉得当场脱落,看着异常吓人,于是毫无意外。 钱佳勒这次又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,不过虽说伤了又伤,近了又近,可钱佳勒却像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, 在替身界越战越勇,仿佛连,死字是什么都不知,而也正是这样的态度,竟真的让钱佳勒拼出了什么。 历经千难万险,终于开花结果。 由于太拼太狠,钱佳勒一度被港渔尊称为替身之王,就连师父洪金宝也因此而对他愈发器重。 以至于在洪金宝旗下环亚公司所拍摄的《僵尸先生大火》后,洪金宝还专门为自己这位劳苦功高的弟子,定做了一部《僵尸叔叔》。 虽说这些年来,钱佳勒大多都是担任演员的特技替身,但不得不说,钱佳勒的演技还算是相当不错的。 因此,在《僵尸叔叔》的播出以后,在圈内圈外也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,就连钱佳勒本人也都狠狠火上了一把。 只是有一点让人意外,在小红一把后,钱佳勒并没有长久担任演员或特技替身,而是转头去做起了武术指导。 像在2016年小有人气的《辣井霸王花》跟2017年爆红的《使徒行者2》中,都有着她的身影,可见在另一条路上,她依旧相当成功。 一个演员,或说一个真正能得到成功的人,并非完全得像钱佳勒这样不要命的拼命,可至少也得有类似于钱佳勒的努力,唯有努力,才可能去触及成功的门槛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